华语篮球世界 2021年11月8日 金牛享食北京鸭 周一晚上 CBA常规赛有两场好戏上演 其中一场比赛为北京鸭对阵浙江金牛 浙江金牛近期连战连结 球队表现出色 再加上此前五次与北京鸭交手赢足四次 浙江金牛金仗再下一城问题不大 自亚尼斯接过北京鸭叫边以来 强悍防守的概念就深深刻在每一名球员的脑海之中 新赛季头六场比赛 他们有四场能将对手的得分限制在80分内 更是有二场将对手得分限制在70分内 可现北京鸭的防守表现有多么出色 并录得五胜一负的不俗战绩 然而好景不长 在十月底的最后一场比赛中 北京鸭以86比105惨败在上海大鲨鱼手下 此后又先后不敌深圳领航者和福建巡 遭遇三连败打击 不过在大战之前 北京鸭及时找回了状态 上仗队阵广东华南虎 他们的铁血防守在线 将为免冠军的得分限制到67分 而几队则在范子明的带领下轻松取分 最终以91比67取得一场大胜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北京鸭过去五次与浙江金牛交手输多赢少 本赛季首次碰面更是以73比96 二十三分之差落败 此番再会 北京鸭还是不宜高估 阵容方面 前锋高升 殷商无援披挂 上季就已展示出不俗竞争力的浙江金牛 经济表现更上一层楼 十轮比赛过后 浙江金牛斩获九胜一负的出色战绩 力压辽宁飞豹 浙江猛师 广东华南虎这样的竞履 排在联盟榜首位置 如今的浙江金牛在主教练刘维维的打造下 已经成为CBA第一集团的球队 特别是在于家豪加盟之后 这位超级新星虽然刚刚登陆职业联赛不久 但在场上所呈现的竞技状态一点都不像新人 在赛季第三仗与福建群的比赛中 更是斩下25分的高分 且全场14投11中 命中率达到78.5% 10月底以及11月初对阵广东华南虎 以及天津先行者的两场比赛 于家豪也有不俗表现 分别交出26分加17个篮板和23分加12个篮板的成绩单 帮助球队路德连胜 而军场贡献13.7分的他已成为浙江金牛的第三得分手 另外 周旭航和吴前两人本赛季表现依然稳定 军场可以贡献17.3分和16.4分 在上仗大圣江苏龙后 浙江金牛已经录得七连胜佳季 金铺面对整体发挥一般的北京压 浙江金牛建指八连胜 阵容方面 外援拉高西域并未注册 感谢你收听华语篮球世界 谢谢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